俄乌战争爆发一周年纪念日前后 中国的立场十分的微妙 一方面,北京抛出了一份12点和平计划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则在怀疑 中国正考虑为俄军提供军火 在这场深刻改变全球地缘战略格局的冲突中 中国到底追求怎样的目标 北京的手里又有哪些选项 这些选项的利弊又是什么 德语报刊连日来不断展开分析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德国之声德媒怎么说节目 我们首先来看南德一之报 驻北京记者撰写的评论 文章以北京关心的从来就不是乌克兰的和平为题 指出中国抛出12点和平方案 其实还是地缘政治斗争的手段 作者注意到中国的这份方案中 有关和平的内容非常模糊 而对西方的批评却相当具体 文章写道 其实外界先前也没有太多的期望 北京不是一个中立的调解人 该政权也从未对乌克兰的和平感兴趣 北京一次次与俄罗斯重温了密切关系 两国的经济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 而人们甚至连中国有没有说服俄罗斯进行谈判的能力都无法确定 北京的目标很明确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不受约束地维持其统治和保有其利益 另一方面 北京领导层看到的是一个不安全因素不断增加的世界 最大的担忧是美国作为主导力量的作用 以及其遏制中国的世界影响力的企图 从长远来看 北京正试图建立新的联盟 组织其主要为自己全力服务的结构 因此中国版本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叙述是这样的 美国挑起了战争 现在又通过运送武器来拖延战争 而中国正在争取和平 这种说法在欧洲大概没人会买单 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 中国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和平调解人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人们苦于能源和食品价格暴涨 这样北京对西方制裁的批评收获了极大的赞同 许多人开始转而认为西方是虚伪的 一些舆论认为 实施制裁只是因为战争发生在欧洲 其他地方的冲突早已经被遗忘 作者最后强调 北京关心的不是乌克兰 而是自身力量的扩张 焦点杂志以习近平灰暗的独裁者联盟 建立在脆弱的薄冰纸上为题 刊发由政治学者Alexander Görlach 撰写的客席评论指出 看似中立的中国实际上却非常担心俄罗斯的战败 这是因为在对抗自由民主阵营的斗争中 习近平迫切需要普京的协同 作者写道 对于北京来说 假如普京战败了 就会面临巨大的麻烦 与北京并肩合作 抗击自由民主国际秩序的一系列流氓国家中 俄罗斯有着最为重要的位置 除了普京 习近平的同伙还包括 白俄罗斯独裁者卢卡申科 朝鲜的野蛮独裁者金正恩 伊朗的宗教正确 要是好朋友普京倒台 民主反对派掌权了这个何大国 那么习近平就怕要经历一场噩梦 文章接着指出 美苏冷战期间 中苏关系也因意识形态争执而降至冰点 这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相互接近 让苏联不得不独自面对两个大国 要是普京倒台 情况就会是另一番模样 中国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 也失去了便宜的能源和军事科技 届时 习近平就会发现 民主国家的势力 已经推进到专制阵营的家门口 如今 北京传出的可能正在考虑 为俄罗斯提供武器的消息 正说明 中国并不能确保上述情形不会发生 作者注意到 美国已经就中方的这一考虑提出了警告 威胁会推出制裁措施 这将会进一步恶化 本已疲软的中国经济 北京和莫斯科 称兄道弟 可以说是走入了歧途 只有在俄罗斯获胜的情况下 中俄联盟才能抵御西方制裁的冲击 才能进一步巩固专制联盟 所以 北京实际上并不中立 习近平对俄罗斯击败乌克兰 有着浓厚的兴趣 时代周报 以中国的和平计划为题 认为北京现在是既不希望俄罗斯获胜 也不希望其战败 文章注意到 即便俄罗斯总统府发言人 也对中方提出的和平计划 做出了和平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回应 因此 中国抛出这份方案的目标 并不在于和平本身 很可能是为了拉拢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 此外 对内宣传 也很可能是这份和平计划的目标之一 作者接着写道 中国在假装促进和平 至今没能拿出具体的调停方案 这说明一点 其实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 并没有什么好的选项 如果普京赢得了这场战争 就会让欧美更加团结 北京在和平计划中 所担心的阵营对抗 就会进一步成为现实 至少在今后十年间 中国经济依然需要欧美的销售市场 此外 俄罗斯获胜还会让莫斯科 在中亚地区拥有更大的扩张胃口 这将给北京造成大麻烦 毕竟中亚是一个原材料 蕴藏丰富的地区 中国也想在那里拓展影响力 但是如果俄罗斯输掉战争 则更加不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 普京失败将意味着 中国的北方邻居失去稳定 其后果将是不可预料的 中国届时将不得不独自面对 与西方的体制竞赛 这一两难局面造成了中国 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当前立场 一会儿谈和平计划 一会儿又毫不掩饰地示好俄罗斯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篇 《每日劲爆》的评论 题为俄罗斯的胜副手 中国可能军援俄罗斯的 三大理由的文章 分析了中国军援俄罗斯的动机 以及暂时还没有这么做的理由 作者写道 首先北京可以利用军援的机会 测试一下西方究竟会 多么强硬地回击中国的挑衅 届时中国也能从中窥知 在武力攻打台湾时 美国以及北约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其次中国对俄乌战争迅速结束 并不感兴趣 根据澳大利亚退役将领Ryan的分析 只要西方继续将先进武器 运往乌克兰关注俄乌战事 太平洋地区的视线就会被转移开 Ryan指出 在过去几十年间 中国在面对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事时 也有着同样的算计 其三 中国不希望没有俄罗斯 输掉这场战争 否则习近平的西方衰落论 就会遭到一记耳光 届时 习近平将很难为自己的误判 自圆其说 俄罗斯战败也会让人质疑中国的国际角色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因此重新接近西方 文章结合Ryan的观点指出 假如中国决定军援俄罗斯 很可能会以补充俄罗斯弹药消耗的形式 此外 俄罗斯在经历了一年的消耗后 如今也急缺坦克 中国同样可以补足这个缺口 在军事情报方面 中国则很可能已经在为俄罗斯提供援助 中国继续进口俄罗斯的油气和煤炭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根据统计数字 在战争的第一年 中国大约进口了600亿欧元的俄罗斯能源 不过中国的分析人士 则看到了军援俄罗斯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 他们认为 这一方面会进一步恶化 本以紧张的中美关系 招致西方的严厉制裁 另一方面 西方也会通过乌克兰的战场缴获 来了解中国武器的第一手信息 届时中国将无法再隐藏 其新式武器的详细数据 将来台海发生战事时 美国将因此获得一项优势 以上就是近期德语区各大报刊 围绕俄乌战争中的中国角色 所发表的主流观点 也欢迎各位观众 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您的看法和见解 同时也敬请关注德国之声 在网站 脸书 推特 以及YouTube频道上的最新相关资讯 点赞订阅固然好 独立思考价更高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